当今社会很多人出门旅游都是采用自驾游的方式 甚至很多家庭一起出门直接弄个房车出来 这已经快成为一种旅行新风尚了 这不正将有位男子因为羡慕别人开房车旅行到处跑 便买了一个空壳车 他自己装修成房车便去给车上拍照去了 不过民警检查车辆的时候吓了一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原来是这位正将男子和汽车生产厂家相熟 又想起那些开房车出行的人 便萌生了改造房车的计划 想到就做 他先是从厂家订了一辆空壳车回来 而后开始他的改造大业 在这个空壳车中 他加装了座椅 电视 还弄了可以睡觉的小床 这些还不够 他还装了卫生间和洗手池 这一下子这个空壳车便饱满了起来 一个改造版的房车便出现了 不过理想是丰满 现实很骨感 在骑到正将车牌所为车辆上牌的时候 民警对车辆进行了查验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车子可谓是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 里面的设施是应有尽有 不但如此 其内部的一些设备 都是木板拼接和一些金属焊接 还有很多电线是裸露在外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观察 这都是一个漏洞百出 毫无安全性可言的房车改造 这样的改造行为 自然不会受到民警的认同 这辆车的上牌也立刻被停办 因为男子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的规定 任何人和单位不能私自改装机动车 已经登记的结构 构造和特征 车管所在办理这种业务的时候 一旦发现这种行为 是不会给予通过的 最后提醒大家 想要开房车旅游 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车子 切莫胡乱自己改造